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DCHEN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賽事禮拜日提供的心水已經是昨晚 賽後分析家直播計馬那段片已經回顧過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昨晚那段片 這次賽事有一隻高出賽後馬 就是第七場 如果大家在螢光幕看不清楚馬名的話 都可以去昨晚那段片看一看 我都有讀過馬名出來 大家知道NEDCHEN談賽馬的免費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會提供高出賽意肉馬 以及兩隻NEDCHEN馬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這個免費頻道的營運 可以經過我Facebook貼紙 來到Blogspot Blogspot周圍都有些熱面廣告 如果有些廣告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多看資料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 Youtube影片播放之前有時都有些影片廣告 不用在右下角按Skip ads 或者略過廣告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久一點 左邊有寫的連結 都是按去看看 看多看資料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就是支持我NEDCHEN談賽馬的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 明天都是介紹兩個場次 首先這個是NEDCHEN馬彈片 今晚 有沒有NEDCHEN冷卻 不敢肯定 今次因為始終谷草賽事 有時未必找到冷卻 找到就拍 找不到就沒辦法 因為我每次都是兩隻 穿冷卻 可能我都盡量想照顧兩隻 如果只有一隻 團圈帶短 又不怕拍 但我都估計 今晚一半半機會 如果是會員的朋友 今晚未必有 要留意 如果不是會員的朋友 明晚6時 6時3時 你都看不到公開這段影片 即是證明是沒有NEDCHEN冷卻 因為我立即不敢肯定 我會不會有NEDCHEN冷卻 兩隻NEDCHEN馬膽 第一個場次選第六場 第六場的馬膽 我都是選4號 贏盡天下 這隻馬 也有一點失運 我認為這隻馬是 大前仗希偉森 高水準賽事 他都相虧了 當日彎前貼欄 比較好一點 他贏盡天下三碟 這樣飛上來 飛上來就 緊緊追不到一隻 楊明高 基本上是全程三四碟 這樣跑 跑得不錯 前一場 前一場 我個人覺得 贏盡天下 潘頓沒有在彎位走 我個人覺得 有些疑問 給一隻包裝風雲 因為贏盡天下 控制了慢步速 竟然轉彎沒有走 以潘頓 掌控步速 這麼好的騎士 沒有理由 給一隻包裝風雲 拍上來 才 落力騎 所以 我就有點疑問 其實是有能力的 上一場又是很失運 上一場 上一場又是很失運 拿到一條欄之後 就被快步速 收慢 這樣就 令到這隻馬很不規矩 有些搶口 要疾了幾步 回到緊緊輸 跑第三 所以連場都很失運 這次又配上欺威心 陸檔都好跑 這些馬 走生位 有時 放在裡面 都未必容易找到位 你走生位 快步速就留後一點 慢步速就跟前一點 我想這些馬 就是 偉達會教起 威心怎麼跑的了 我們不需要擔心 這回事 馬狀態都繼續保持 選一隻馬 做馬達 配腳 這場貪心一點 選四隻 因為有一隻冷腳都免得留給大家 未必拍到 冷腳 但這隻冷腳都希望介紹給大家 第一隻冷腳 三號 大紅心 其實今季贏了兩場 水準都 不太差 季初贏了那場 田草千四 42分 贏了什麼馬呢 他贏了 都是剛剛初起的美之妙 我不會說美之妙 天天得樂 戰鬥英雄 說到天荒浪狂 不會因為那時候 跟現在是不同的情況 但是始終大紅心 勇了一段 衝得很好之下 跑 贏了 之後又得多轉轉 然後又一場贏了 這場就馬鴨 這場又很奇怪 十四檔 賺了快步速 但是 沒有什麼跑法 都是二三點 一帶外擋 衝衝過了 你說對手不是那麼強 還不是那麼強 快步速是賺了還賺了 但是那些 腳程都是虧得多少 這樣衝就贏了 然後又兜兜轉轉 又輸了幾場 然後又減了一分 現在53分 轉來谷草 谷草其實上季都跑得很近 即是不成立谷草 不適合 當位也好 配了黃俊 是實冷的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拖 第二隻配腳 我會選 5號的一鋪到位 這次馬前那場其實表現得不錯 前那場高速650 當日就完全貼藍直路中外當好 合夥年代是吃光的形勢 一鋪到位是完全易搭蝕 但直路中外當 很適合 一贊一蝕 當個打和 這樣衝上來 表現不頑 接著真情上千八表 就一般 這次現在縮回來 1650 又戴了個眼罩 五檔也好跑 要拖 第三隻配腳 正正路逛7道的 傲龍區 傷患養好 都拼盡為止 不然這些馬 一會兒又突然間 有腳痛 又麻煩 所以 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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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對著 自由營輸 都 一點都不失禮 今次回到谷草 都是 首本流程之一 谷草650 排了一檔 潘頓 都 好跑 一定要拖 第四隻配腳 都 有些賠率 約111號 迎加輝 前那一場 我不要提上 我上一場跑田祥千四 匆匆再出跑田祥千四 前那一場 跑得好 我覺得挺好的 當然 當然當日 當日的場地 彎前貼籃是好的 但是 跑前三名的三隻 都是彎前二 因為 步速偏快 以及 對手 這幾隻馬的實力 比其他馬高 迎加輝就算是虧得最少的 因為他 雖然他彎前而踏虧 但是他就賺了快捕捉 因為前面 《威威鬥士》天天得落電子全權 全部是 相對之下天天得落電子全權 虧得快捕捉 迎加輝是賺了快捕捉的 所以这场马胆推介是4号仁晋天哪 配脚3号大红芯 7号鹅龙区 11号盈家辉 5号1号到位 刚才失败了 去第二场之前 简单讲YouTube会员计划 YouTube会员计划很厉害会员纯支持 多年来的Nature 马胆高出席 非常厉害会员纯支持 加海洋马首选负选次选负选 因为现在Facebook只是放首选 超厉害会员支持 海洋马首选次选负选 冷却优先汉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 但平时冷却就会在跑马 之前一晚就会看到 否则我就会跑马第一场 跑马日第一场开车前半个小时 9个小时才会开放 超厉害会员纯支持 海洋马首选次选负选 冷却优先汉 直播计划每场我会计分数 我说所有场次所有马铺的分数 都会上载 在第一场开车前一两个小时左右上载 最近收到一些回应 说那些都非常有参考性 大家都知道 我计划那些分数 大家明白我怎样落分 最近收到几好的回应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有兴趣的记住参加 第二个场次 第二个场次就预了大力区 我选了第七场二号 月晋之己 大家未开车前 这场马我就会建议 如果你拿这只导弹 当然只是买Q 不要买PQ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又不会拖一只 应该是前半个想见你 我先说一只想见你 简单说一句 他所有跑的场次都不是高水准赛事 那上次跑第三 都是一些比较弱的组 但上次跑第三 他就习前发脾气 我自己写下了 我习前发脾气 但如果你计算他习前发脾气 湾前他就一跌二跌之间 湾前二大入蚀 都是湾前贴难赚 但总之来说 整场赛事的水准都是普通 除非你说不发脾气 那只马亦突然进步很大 不然这些想见你就拖都不用拖 那我说完这件事之后 那我说回粤进知己 粤进知己 粤进知己就 易当好跑 上次呢 直路中外当明显好 明显好 粤进知己当然是赚了万步速 但是直路贴着那条篮 压实条篮是不好的场地 他赚了万贸出 但是直路是亏了压实条篮 回来这样折赢 其实表现不错 赢的距离不多 更好 只加了六分 今次又同样形势 很易当 一当是有营日都应该 快过有营日埋难吧 就希望守着我帮斯卫 那就是 罗富泉 斗志无庸怀疑 那就是 稳越进知己做谈 那就是拖配脚 我刚才说了 不拖想见你了 我建议三只 第一只是1号淡大威马 这只马就 幽出特佳的 上季初出就挺好的 之后呢 2月到5月中间 休息了一段时间又出好的 那今季表现就完全大幅滑落 但是这次又是休息了一段时间 4月到现在6月 休息了两个月 希望有些新鲜感 那就落到来四班 七档 希望有些速度 看看会不会 凭他的班底 铲入一只 配脚 第二只配脚 我减了三号 梦幻人心 这只又是 又是一些班底高的马 都失望了很多场 那上次 泥地失望 不知道是不是他很适应 但是 始终都是跑得近 那今次放在谷草千亿 亦都不是他不得路程 那始终班底高 那上次跑得近 证明状态都回来了 那实际上当是难跑 但是 你拖回直 这些冷脚 因为始终 对手不是太强了 那第三只配脚 选了九号 鸿海福星 又是一些跟前的马 那这只马就很奇怪 是有速度的马 那为何不报泥地呢 那为何是报草地 谷草千亿呢 这是其实很大的疑问 对于我来说 绝对有草地 泥地千亿 四班路程 那又不报 那是报草谷草千亿 但是试习那些又是试得挺好的 即是合理试习试得 那又特意来谷草千亿 是不是博偷鸡博冷呢 这样子 这样子拖回直 因为这场就 我不要只想见你 那配脚方面就任性少少 所以简直二号 愿准自己做胆 配脚 Q脚选择 Q脚选择 不要Pay Q Q脚选择 一号胆大威马 三个梦魂人生 和九湖鸿海复星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和我分析的影片 就喜欢给他like 和赞我 和分享这段影片 给朋友看看 他宣传一下频道 如果大家对我意识不识的意见 都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简单支持我 都在这段YouTube影片 留言 留他借借的粉丝 我都相当高兴了 大家留多一点言 我就回复多一点 YouTube就会更加理解到 这个netgen谈赛 和一个非常之合作的频道 他就会分享这段影片 给更多的YouTube码迷看 更多的YouTube码迷看 view数上升 上升了之后 甚至微博广告收入 就会增加多一点 我可以非常微博广告收入 增加多一点 就会令我更加有动力 拍一些更精彩的 赛马分析来容 给大家看 大家知道我现在在另一个渠道 发放一些临床分析 每场赛事 十分钟之前都会谈谈 尔宜波、月记习电路飞马 场地训细 和旁边议动态等等 如果大家想收到这些讯息 可以来到我Facebook page 出现谈赛马 来到我置顶post留言 我可以尽快回一些 Aware临床分析的讯息 给大家看一下 看是否要参与的 或者你去按这个 unetchain谈赛马 继续入韩户笑group 进入之后 你会知道怎样联络我 去拿这些渠林长分析的讯息 到此之后 希望大家来到我YouTube频道 和unetchain谈赛马 更加subscribe 或者订阅 免费订阅 和点击闹钟 按全部 订阅我所有新片 你都会有通知 或者是notifications 第一时间就知道 到此之后 当然大家 如果 非常之鼎力支持的话 记得参加我刚刚解释过的 YouTube会议计划 多谢你支持 下集再见 拜拜